快快 保护我 其他人也赶紧撤 王大少对着其他几个高手喊道 另外三个高手听到之后 直接回到了他的身旁 眼看这些人已经败走 刘玄策赶忙喊住他带来的高手 不要追了 先给我保住林凡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去想办法 要说在这个时候脑子唯一不热的人 那还是这个刘玄策呀 如果真的把王大少在这里击杀了 那么无论是对王大少的家族 或者是对于他们三家的联盟来说 都是耻辱 到时候很可能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三个五尊强者虽然代价有点大 不过这些联盟还是吃得下去的 但是直接死了一个嫡系 他们的怒火很可能会烧到林凡 到时候刘甲和联盟相互制约 那牺牲的还是林凡呢 这是刘玄策不想见到的 这战斗也算是在王大少的败败离去之后 彻底地落下帷幕 林凡也是再一次昏倒了 刘玄策赶紧让人把林凡送到了别墅 接着就是后面打扫战场 这本来是林凡的活的 现在也被他一兵代劳了 三天之后 林凡的别墅 众人齐聚一堂 其中有画布一带着的高手 龙家众人 甚至还有骨家的人 林凡这三天除了养伤之外 那就是稳固实力 连凡的大战 让他激活了体内血脉的第二重 现在已经是五尊强者了 到了这个境界之后 林凡才发现 这其实是个分水岭啊 鼓舞者之前的情况是 鼓舞之力配合身体 发挥出超强实力 但是鼓舞之力无法离体 可是现在的林凡 已经领悟到了 这鼓舞之力外放之法 望着众人 林凡也是会心地笑了 现在江南八省终于被他收编了 不再是像西川一般 这些人从心底对林凡福气 还有就是对西北汪家的不满 汪大海使出了杀鸡儆猴的计策 不成想弄巧成拙 把自己变成了计品了 看着林凡在这里傻笑 话不一不满地说 哎呀 行了 行了 知道你进阶了 别在这里险吧 赶紧说说以后准备怎么发展吧 话不一还是有些开心的呀 江南可是八个省 绝对不是一个小小的西川 所能够比的 我觉得呢 还得像西川一样 直接变点为面 咱们吃肉也得让别人喝汤吧 与林凡等人同样开心的还有西北的两个家族 一个是刘家 还有一个就是马家 此时 西北刘家也来了不少人 江南八省的这个消息 也像是插着翅膀一样 传遍了整个华夏 当然也包括西北 刘玄策的尴尬身份 终于因为这件事 算是彻底的被刘家接纳了 刘家家主 刘青云 马家家主 马黎 以及两家的第二辈人 都是在会议大厅里 哈哈 这次江南的事情 我们已经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了 刘玄策应该计手工啊 刘青云大笑着说 心中也算是出了一口闷气 他十分看好刘玄策 可惜 他的身份 一直成为家族里的诟别 好在这小子没有自暴自弃 哈哈 恭喜恭喜啊 刘家这小辈中 又多了一个人精哦 马黎这话里 可是透着酸劲啊 我没有别的本事 但是我能生儿子 看来这也是一种优势啊 哈哈 刘青云说完 也是哈哈大笑 使得马黎更加无奈了 对了 那个林凡 你有没有查过底子 到底可不可靠啊 养骨为患这种事 我们可不能再有了呀 马黎还是有些担忧 但是我们必须仍然连着 然后 我们必须仍然连着